土地的新店今天开业 今天来看一下 给大家分析一下 新手开店 残尽的一些问题 准备不充分 计划是上午10点开业 早上60半开始制作 结果11点还没有弄好产品 新手开店 精益提琴5小时开始制作 收银系统没有提琴设置好 某信某宝 收款码一定要提琴贴好 再准备信金零钱700块钱左右 人云配置 开业当天 最好是请家人朋友帮忙 准备四个人手 一个人收钱打包 一个人招呼客人 一个人切肉 一个人拌凉拌菜 租的商铺 与房东清订合同之后 要去所属的工商局 办理营业执照 小区住宅底山 要考虑安装排油荫设备 我徒弟这种油荫管道 全部铺设好 一共花了5000块钱 还要考虑下水道 水定燃气的问题 询问物业 没有天然气的商铺 能不能使用液化器 做店铺招牌 招牌是一个地面的门头 非常的关键 新找物业询问 然后把想好的招牌名称 申报城管备注